好,繼續進行英超殺科戰的賽後評 說到今季第四位,熱刺 熱刺這次主場對愛華頓上演這場殺科戰 未開球時,我看見熱刺的正選名單 發現有五個進攻球員 包括艾力臣、迪利艾利、路蘭迪、盧加斯摩拉和拉美娜 如果將艾力臣和迪利艾利分別放在禁區頂的左右兩邊 即是禁區頂的偏左和偏右兩個主角位 而前面放正中鋒的路蘭迪做支點 而盧加斯摩拉拉死左邊 拉美娜拉死右邊的話 就會構成4123 超級主攻結構 其實熱刺之前也說過 熱刺是有這班人去構成這一種結構 不過去到球員出來比賽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見不到盧加斯摩拉和拉美娜拉邊 其實這個是4-3-1-2來的 不是4-1-2-3 正常來說只有三個進攻點 而迪利艾利、艾力臣、思數高是打三人的中場中球員 4-3-1-2 這個迪利艾利是後上插入的第三個半進攻點 前面是拉美娜做超級連結人 前鋒的位置就是盧加斯摩拉 這個就是盧蘭迪 有時候盧加斯摩拉會落一格 就是進攻中場 有時候倒三角形 有時候正三角形 但怎樣也好 其實這個結構來說 都是入了中間 沒有怎樣拉邊 面對密集來說 其實就不會有什麼辦法 打反擊 而且路蘭迪都速度不快 所以就算他是正三角形也好 倒三角形也好 其實都沒有什麼分別 而這個愛華頓 因為他們早段是選擇收縮防守區域 所以熱刺的4-3-1-2 當然天然老鼠拉龜 熱刺這麼早可以領先的原因 都只不過是靠死球 這次是國球 還要靠對手不知為何 無緣無跟隨最高大的路蘭迪 被他撞到第一點 扣成鴨仔波 最後是迪亞執計 入球其實跟整體的戰術沒有什麼關係 今天其實熱刺 整場賽事來說 都不是說有什麼特別的組織出來了 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那句 4-3-1-2天然老鼠拉龜 破不了密集 愛華頓落後之後 其實都有不少時間 繼續收縮防守區域 繼續送熱刺進入主攻陷阱 那雖然愛華頓 都多了些進攻 那熱刺不會說 永遠面對密集 少了些時間面對密集 但是有時候 大家打來回高速球的時候 都說過 就是路蘭迪在前面 就不夠快 所以熱刺其實速度 就不快 今天也有些輸速度的情況 因為對面 這個就是愛華頓 是有和郭特 還有這個就是巴納特 兩個阿特速度是快 所以熱刺來講 今天其實是輸了進攻點速度的 再加上就是拉美南沒有什麼狀態 很普通的傳送都會交失失誤 熱刺其實就沒有什麼板斧 是可以組織到埋門的 最多就只是愛華頓 有時候不留心 不小心 送大禮 例如12分鐘熱刺的反擊 其實都是靠愛華頓送大禮 而這些都是零星機會來的 熱刺這樣 4-3-1-2 不夠速度 真是無法主攻 也難以反擊 所以他們其實一直在運動戰當中 都入不到球 大家都知道 熱刺只是入到兩球死球 相反來說 愛華頓的反擊 就隨著賽事的時間 一路進展 那些反擊就越來越有效果 有可能是因為 就是熱刺的教練 普世天奴見到愛華頓 上半場中尾段的反擊 越來越厲害 所以普世天奴半場的時候 就作出調動 就拿走迪利毅利 用雲爺馬 相信就是打算再進一步 加強防守反擊的能力 但問題的精結 始終都是前面 進攻點熱刺這方面不夠快 但有可惜的地方 是這個敏大仁先敏 就停賽就沒辦法上陣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下半場 這個熱刺要做的事 是要多些控制比賽節奏 就不要再打內回高速球 面對密集的時候 就找進攻點拉下邊 嘗試拉開對手 和長期保持控球在腳 保持體能 也可以掩蓋路蘭迪速度不夠的問題 可惜的地方 就真的熱刺 剛剛對完亞籍士彈歐聯 出了飲奶力 我真的想說 就是飲了出奶力 飲了出奶力 都挺過癮的 這個就是出了飲奶力 即是和這個面都紅了 紅都面了 和這個紅都面了 有異曲同工之妙 飲了出奶力 再說一次 熱刺在彈歐聯隊 即使出了飲奶力 今天真的沒什麼精神可言 只要這個愛華頓做高位壓迫 都能夠破壞熱刺的連結 搞到熱刺在主場 都不能夠長期控制比賽的局面節奏 和拿著球在腳 都沒辦法了 熱刺這方面 就好像67分鐘那一刻 愛華頓都不是說壓迫得很重金屬 但是熱刺都脫了個球 在中線附近脫了 被這個愛華頓控了個球 接著就是熱刺這方面 收縮防守區域的時候 又不夠體能 結果防守就很鬆散一下 愛華頓普通轉方向 就已經找到右邊入禁區的和仔 和郭達進入禁區那裡 自己吸回大位 左腳就是萬流尾袋 最成吉比一平手 這個入球來說 激發了愛華頓的情緒 令到愛華頓的壓迫越來越厲害 今季來說 愛華頓有時候都很激情下 入球幾分鐘之後 又壓迫成功 衝上去駁倒角球 這次米高堅力壓賓戴維斯 再駁倒鴨仔波回來 回敬熱刺的角球入球 結果就是愛華頓用體力化的打法 反超前了熱刺 熱刺現在落後了 而且隔離場的阿仙奴贏球 如果用這個比數結束的話 熱刺輸球就會和阿仙奴同分 阿仙奴贏球 熱刺輸球同分 熱刺只能夠暫時以教階的得失球力壓阿仙奴 但其實這樣力壓著他 都有點危險 因為如果阿仙奴突然之間發了 入七球球 熱刺就真的分分鐘沒有前四 這個機會當然不高 但熱刺組就不要輸了 輸球當然是比較危險 不過我都說過 愛華頓今天的體能贏了 阿仙奴不停破壞熱刺的連結 熱刺都不能夠控制局面 確實有心無力 而且我不明白為什麼 他們今天一直都不拉邊 再進一步 就是減少了自己猜上前場的機會和目標 不過幸好有個人又挺身而出 當幾場球之前 就是贏這個白禮頓 都是靠他出大力神功軟射搞定 而今天也是一樣 不同的地方 只不過是今天是入佛球 上次是入山坡的軟射 艾力神 艾力神真的是熱刺的慣性救世主 慣性救世主 怎樣這樣說呢 因為就是在我記憶的裏邊 每次去到季尾 熱刺不懂得面對密集 不懂得破密集 面對問題面對 這個就是艱難的時候 往往都有這個慣性的救世主 挺身而出去入軟射 而且是連續三四季都是這樣 如果你說在這個暑假被王馬搶走艾力神的話 熱刺的確是會受到很大的打擊 希望可以留得住他 不過今天的這個佛球 其實這個艾華頓方面 都有些責任要負上 首先就是迫福特這個守門員 就是沒有很好去準備保護他的軟射 就被這個魏力神入到軟射 迫福特就花了一些精神 就是進去近處那裡 但那邊其實是有人場保護的 你可以說熱刺的反人場 戰術有效果 但愛華頓動人場 其實自己都排得不好 也有自己的問題 所以遇到艾力神的射門這麼精蠢 就糟糕了 熱刺拿回一分 穩守第四完結了今季的賽事 雖然今天真的不是說踢得好 也不知道為什麼不拉邊 不過我理解就是 或者有可能是拉美娜 真的沒有狀態去拉邊 這個長期受傷的球員 熱刺今季其實一直都不夠人用 所以打到今季的成績 都講過很多次要稱讚他們 也都期待下一季來講 這個夏天的暑假 有一筆現金去給普雪天奴買印 也都希望教練留下 如果買到中場中和陸業的話 熱刺的成績怎麼都會再好些 當然大前提是要留下這一班 就是骨幹的成員 包括四大天王 哈利簡尼 孫興敏 迪利艾利艾力神 艾力神當然是最關鍵的 慣性的救世主 遲些我再跟大家報導 他們的轉回消息 還有作出評論 這裡多謝各位 尤其是熱刺球迷 熱刺球迷 通常都會追著熱刺的蔡學平 多謝各位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還有點擊廣告 播廣告 播完廣告片 點擊廣告 彈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可以幫助小弟友收入 多謝先了 還有就是這樣可以令到小弟友 專業生活下去 繼續堅持 每天免費為大家出到片 記得要訂閱和按鈴鐺 接收新片通知 好了 手機那裡 片的下面 會有固定的廣告字眼為止 記得留意 要按下去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可以幫到手 電腦 記得要關掉一個檔廣告程式 發現電腦片裡面有Banner 廣告片的右邊也有廣告 記得要按下去 按下去彈一些廣告視窗出來 這樣才可以幫到手 無論手機也好 電腦也好 YouTube也會事不事在片的任何位置 插入廣告片 那大家除了播完廣告片之外 還可以在廣告片裡找廣告link 按下去 例如電腦的話 廣告link會一條廣告片的左下角 而手機的話 廣告link會一條廣告片由上角 好了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